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 这一节里面我们要来带大家来做一个叫Chrome Key 射箭的一个去背 影片的播放 那也带大家 来示范给大家看怎么去把这种Chrome Key的这种去背影片 跟Buforia这边来做连结 那这一种 这一类的技术的应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一段影片 这是国家地理频道应该有很多东西都有看过 这是很早期的一个扩增实境的一个应用 像这一类应用在户外的一些 场合的一些展演里面 其实 陆陆区都有被使用 那这样的技术怎么做 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单元里面会带大家 来做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看到他这边就是一个辨识 那这一些 像这个恐龙部分是怎么样 实际上他是透过影片播放的方式 那并不是用3D的一个模型来制作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必须要结合到 去背的这种影片的一个 功能 当然这一种在户外场合来讲 是十分有趣的 好 那我们回到这边来 那我们延续我们之前的一个专案 好 那 那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我们会用到我们之前在InchTarget以下用到这个Quade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把Quade打开 那这个Quade的话 Quade之前我们这边是让他有一个影片播放 好 首先我们要做这一种Chrome Key的播放 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有一段影片 那这段影片必须他是绿幕的 就好像这一个 这是一个整个背景都是绿幕的 那待会我们会透过一个Shader 直接把这个绿幕部分把它剔掉 那这个怎么做呢 首先第1个 我们先把 我们的影片 切换一下 好 先切换成我们的 这个Dinosaur 好 那我们切换成这个Dinosaur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支撑在那边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影片 好 去配 那我先把这个按钮 先隐藏起来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用到一个Shader 这个Shader 我们会在 会在网上这边提供给 学员的部分 那这边我们怎么做其实 还蛮简单的 就是这边我们刚在这 video 这边的话 这边有一个video player 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材质 所以我们只要引用这一个Shader Custom 有一个在 Green to transparent 这个 我们把它切换过去 好那我们切换过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他这边的话他会有一个threshold 好我们待会 我们一边拨来 边看一下 当然有没有看到 现在这一个 孔一样 直接去掉 去掉的地方 那如果你还看这边的话 这边有一个 可以去做调整 那当然到零的 不知道这个完全没有去掉 那如果我们慢慢拉 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很好 因为这个孔能是感觉起来 那如果我们手放后面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在我前面 那这样的效果 就是我们帮大家看的 长期的影片 好所以这边就延续我们之前的 教大家所做的那个影片部分 只要在这一个我们影片播放的这一个 video上面的话 我们把原本这个材质球所用的一个share的部分 我们把它切换到 提供给大家的一个 green to transparent 这一个share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去备的一个效果 这个东西不难 我们的这个单元介绍就先到这边 好 感谢对